今年接下来要有打印仗的准备 这是中国大陆总理李克强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做的用语 当然他指的是经济战线 在这次工作报告当中 其实最引言矚目的 应不枉飞了两点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军力 继续是高幅度的成长 今年的军事预算估计继续超过 一兆一千亿人民币 比前一年又成长了7.5% 另外则是中国大陆 对于今年的GDP经济的预测 仅仅维持6%到6.5% 这是29年来最低的经济成长 显示中国大陆的经济 正在出现下滑 而且这个速度似乎更加的明显 而且所显示的情况 展现在各个行业 几乎在街道 在厂房 在电租 在商业上都看得见 当然吃苦的是最多的投资商人 包括我们的台商 这里面的因素很多 当然最大的关键的确是中美贸易战 给中国大陆的确带来了 经济上的恶性的发展 特别是内需市场的萎缩 这一切的变化 就视着中美贸易战有没有好消息呢 直到今天为止 似乎又没有真正的好消息 原本预期这个月底 习近平跟川普的高峰会议 又再度延期了 换言之 双方还是有很多的僵持 没有办法达成到一个妥协的局面 我们先来就看看 在国外媒体眼中 中国大陆今天经济下滑之后 所在市面上呈现的景色 合肥的街头 小型面包车一到 不管男的女的全拼了命 往前挤 还驾住车门不肯走 他们要抢的 不是面前好康 是等了好久的临时工工作 无奈工作就是不上门 大片人海在路旁等等 这是日本媒体观察中国经济 最近拍到的街头景象 这一年来超过500万家企业倒闭 景气寒风吹得刺骨 劳工大喊日子难过 当老板的也快冻被屌 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起来 或者是怎么样执行的话 那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我觉得更多的提前在订单 这个量级上面 不只传统产业 科技业也遭殃 就以这家太阳能板公司来说 高达20%的货品都销往美国 但去年贸易战开打后 太阳能板被列在首波清单 他们得另外付30%的惩罚性关税 根本没赚头 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恶化的话 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越南去投资 和新建工厂 蝴蝶效应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被搅乱一池春水 2018年第四季的中国人力需求 甚至比往年同期少了40% 经济走了回头路 这也让本周展开的人大与政协两会 统统动起来 拼经济就经济 国家主席习近平带头进场后 和往年一样 由总理李克强公布去年成绩单 和今年的工作计划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 更严峻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 更多更大 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 一上台就开宗民意 因为中国去年GDP 仅创下28年来空前之低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 去年6.6% 勉强守住李克强防线 抵空越过原先的6.5%目标 习近平在台下听报告 面无表情 心情看来不是太好 中国经济显然和他一样 抑郁寡欢 而今年预设的目标 甚至更保守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到6.5% 这目标比2017和2018年的 6.5%还要低 甚至创下1995年以来 第二次因为经济下行 GDP改以目标区间 取代单一的明确数字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 将制造业等行业 现行16%的税率 降至13%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 直减不增 早远放水养鱼 增强发展后进 并考虑财政可持续 中国减税大刀砍下 民间能少缴约9兆台币的税 几乎没有国家能出其右 还将开放外商投资的限制 让中国的门越开越大 就越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 拉抬经济 中国霸气开出长串政策 但仔细看两个小时的报告 李克强一边讲 额头上的汗珠是越流越夸张 拿着黄色小毛巾平平擦汗 李克强的不安和紧张 绝非没来由 尤其正值贸易谈判尾声 他连这句话都刻意不说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 对比前两年李克强的发言 今年人大会议 近两万个字的内容 中国制造2025 八个字只字未提 宏观愿景被禁声 对美喊话也显得含蓄 继续推动中美经贸磋商 我们做出的承诺认真理性 对自身的合法权益坚决委 经济发展陷入泥闹 中国对经济重症贫下猛样 只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华为按同时间又来搅局 也难怪习近平在整场人大开幕式上 除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外 再没开任何金口 一直到开幕式结束 习近平走入蒙古代表团审会议 代表线上哈达表达敬意 他才终于笑颜开展 但习近平最被热议的 竟是他刻意露出的白发 今年以65岁的他 打破中国官员染法的成规 似乎是想刻意塑造 自己是年长的领导者 展现节俭清明的作风 也让百姓看见领导人的操劳 因为对照一年前的两会 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习近平意气风发展现强势领导 今年的两会 中国经济成了他的压力锅 原定3月27日 川习会面的日期 又因细节人瞧不拢得再度延期 贸易战若一日不结束 中国想摆脱经济减速的困境 恐怕难上加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